不一定有趣,但这里足够精彩 经过休赛期长时间的僵持 热火队对带走凯文杜兰特已经没有什么耐心了 篮王队摆明车马要在杜兰特的交易上获得高价 热火队显然不想做这个冤大头 所以,他们及时转移了目标 热火队作为一支没什么筹码的队伍 只能在市场上慎重挑选目标 多诺万米切尔成为了他们的新一人选 2021-22赛季场归赛 米切尔场均上场33.8分钟 得到25.9分4.2蓝板5.3助攻1.5抢断 季后赛场均上场38.2分钟 得到25.5分4.3蓝板5.7助攻 也是一个正值巅峰的全明星球员 自从爵士队送走鲁迪哥贝尔后 联盟许多队伍就明白他们未来一定会将米切尔摆上货架的 因为联盟中有传闻称爵士CEO丹尼安吉布 相信多诺万米切尔能成为冠军球队中最好球员 这并非空穴来风 纵观安吉掌权的队伍历史 他所在的管理层对矮哥贝后卫的态度从来都不算友好 换句话说 他不相信这种防守端被称为漏洞 进攻端又没有达到无解程度的后卫可以作为重建的核心 所以说 早前就有很多队伍在知道自己满足不了篮网的包架后 就转而一直在等待爵士队的决定 毕竟 相比需要掺和第三方乃至四方交易的凯文杜兰特 多诺万米切尔多少可能会更为便宜一些 不过 这种心态并不可取 米切尔也不一定好得到 安吉作为联盟中有名的老谋身算的总经理 他在戈贝尔的交易中展现了自己的手腕 获得了巨量的筹码 可想而知 他会对米切尔开出什么样的报价了 所以说 热火队想要将目标转向米切尔可能也是竹篮打水一团后 爵士队这个老渔夫绝对不会将自己队内最大的鱼键卖掉呢 安吉会为爵士队争取最大筹码 据ESPN报道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爵士此前拒绝任何关于米切尔的交易寻求 在NBA 改变是不可避免的 联盟中的一切都在进化 所以我不能在这表示任何人是不可交易的 但目前我们完全没有交易米切尔的想法 爵士总经理贾斯汀扎尼克说到 从爵士队的角度出发 他们认为米切尔的价值要比戈贝尔的高 这也是他们没有在交易式上开启后第一时间选择将米切尔摆上货架 说话还模棱两可的原因 他们要利用戈贝尔的交易抛砖引玉 而现在戈贝尔的交易已经尘埃落定 森林郎送出了比斯利加贝弗利加凯斯勒加范 德比尔特加赖安德罗布尔马罗加2023年 2025年 2027年加2029年的首轮选秀全23 25和27年无保护 29年的前无保护加2026年首轮选秀互换权送咀嚼士 交换得到鲁迪戈贝尔 我们不得不承认 森林郎交易戈贝尔的筹码已经严重一加了 虽然戈贝尔的防守出类拔萃 但联盟中也很难有其他队伍会约没有自主 进攻能力的戈贝尔开出如此夸张的筹码 之所以双方会达成如此让外界诈射的交易 除去森林郎有些失智外 安吉的手段也得到了完美的凸显 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爵士愿意听取关于多诺万米切尔的潜在交易方案 而爵士对于米切尔的要价非常高 我们有理由相信 安吉会在米切尔的交易中也狮子大开口 寻找一个森林郎第二来接手米切尔 爵士在评估米切尔的市场价值 尼克斯机会不小 对于很多重建队伍来说 他们并不需要米切尔的加盟 毕竟米切尔作为重建核心 无论是年龄还是 潜力都已经没办法与年轻球员相比了 对他感兴趣的队伍 大部分都是对新赛季有战绩要求的队伍 然而 这种队伍群体中大部分球队又没有 足够的首轮选秀权可供爵士队选择 这就很容易导致能买得起的不想买 想买的却买不起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 事实上 NBA的薪资专家巴比 马克斯在其推特上列出米切尔当前的合同 其中暴露了许多问题 米切尔于2020年与爵士提前续约 签下的是一份新秀指定顶新续约合同 他与爵士的合同还剩四年 而一支球队无法拥有两位在新秀指定顶新续约合同期内的球员 那么 也就是说 蓝网西蒙斯与勇士维金斯等人与米切尔的合同会产生冲突 还有独行侠 灰熊 蹄虎 骑士等等球队 队内有新秀指定顶新续约合同的队伍均无法得到米切尔 那爵士对口供选择的队伍就很少了 纵观联盟诸多队伍 纽约尼克斯可能是唯一有可能接手米切尔的队伍了 他们拥有其他队伍所不具备的天使地利人和等条件 尼克斯的天使地利人和 所谓天使就是指尼克斯的筹码问题 自从安东尼离开后 尼克斯再没有出现过一个值得赞赏的巅峰全明星球员的身影了 在自由球员市场上 无论他们开出何种价码都得不到一个靠谱的全明星球员 好不容易自己培养出来的一个兰德尔还迅速陨落了 而这一次交易 尼克斯筹码相当的足 这可以说是 他们得到一个优秀全明星后卫的最好时机 否则 在自由球员市场竞争 米切尔这种后卫无论如何都不会选择来尼克斯的 所谓地利就更好理解了 尼克斯身处纽约本来就是联盟中为首的大都市 即便尼克斯每年的竞争率极低 也不妨碍许多忠实球迷入场看球 不过 同城的篮网队近两年的出色让尼克斯变得有些低调了 那么 在篮网队面临解体时 如果尼克斯有一个打法极具爆炸力的后卫加盟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所有的尼克斯球迷都会激动去现场看球的 米切尔的个人进攻能够带来视觉冲击 尼克斯会重新找回影响力 所谓人和就要看尼克斯的阵容了 截止到目前 尼克斯的阵容还是具备竞争力的 后卫线上刚签下团有得分爆炸力的布伦森 风线上又有值得培养的巴雷特 那些又有兰德尔与米切尔约翰逊 总体来看还是颇具竞争力的 虽然夺冠可能暂时没办法实现 但这个阵容季后赛保证还是有的 这对于上赛季没进季后赛的尼克斯来说 也是一个进步了 尼克斯显然自己也明白天时地利人和这个道理 他们第一时间可能就会给爵士队开出报价 据联盟消息人士透露 预计尼克斯将迅速尝试为多诺万米切尔组成一个交易报价 爵士对于交易米切尔的要价门槛很高 但尼克斯是一支有能力进行交易对话的球队 让我们明确一点 爵士目前还没有接近达成米切尔的交易 要么一支球队去满足最低要价 让这成为一次交易对话 要么他会和爵士待在一起 他们不会免费送走他 记者说道 很可能尼克斯队会为米切尔付出多一些的筹码 比如多个手轮签 但这也是值得的 毕竟虽然他们是豪门 但队内已经多年已经没有值得观赏的球星存在了 只看尼克斯这一次会不会坚持了 亚利桑那体育最新报道 太阳队和步行者队基本达成德安德烈 爱顿先签后换的交易 步行者正在努力凑够700万美元左右的薪资空间 太阳队在等待步行者的消息 只要步行者薪资空间能为爱顿提供顶心 双方将正式完成交易的相关程序 太阳队和步行者达成爱顿五年1.6亿美元的先签后换交易方案 则意味着太阳队正式放弃引进凯文杜兰特的计划 根据NBA此前公布的消息 2022到23赛季的工资贸为1.236亿美元 步行者将马尔科姆 乌罗格登交易去凯尔特人队 目前球队总薪资为9700万美元 但是还有三明星秀球员没签约 再加上虚拟工资空间等原因 步行者对目前能为爱顿提供的签约薪资为2510万美元 步行者要完成爱顿先签后换的签约 还需要清理出700万美元左右的薪资空间 爱顿职业生涯至今为入选过全明星 也没有入选NBA最佳阵容 因此他无法获得卢卡东泄气霍特雷杨那样的超级顶薪 按照劳资协议的规则 爱顿平均年薪将达到3100万美元 太阳队有资格匹配步行者对为爱顿提供的顶薪合同 但是老板罗伯特·萨沃尔并不决定这样做 他认为爱顿不值得成为太阳队薪水第二高的球员 只要步行者正式为爱顿给出合同报价 双方将完成先签后换的交易 詹姆斯 琼斯和步行者队总经理查德 布侃南在交易方面取得了共识 麦尔斯 特纳打包巴黎 希尔德先签后换爱顿 这是双方交易方案的核心部分 上赛季中期交易截止日前 太阳队就对特纳和多曼塔斯 萨伯尼斯产生了浓厚兴趣 特纳的合同只剩一年1800万美元的合同 上赛季场均12.9分7点一篮板2.8盖茅 而且三分球命中率33.3% 三场均4.4次出手能命中1.5个 太阳队主教练蒙蒂威廉姆斯 当家球星克里斯 保罗和总经理詹姆斯 琼斯都认为特纳是性价比更高的中风 步行者和太阳队交易谈判如此畅通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爱顿和特纳属于同一个球员经纪公司 他们的经纪人都是比尔 达菲 爱顿还与经纪人尼玛 那玛既然是合作关系 步行者队在第六顺位选下的本内迪克特 马瑟琳也是尼玛 那玛吉安的客户 步行者和太阳队的交易谈判中 尼玛 那玛吉安在谈判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极力促成双方能达成功时 太阳队目前就在等待步行者的消息 他们需要再清理一两名球员 维爱顿提供5年1.6亿美元左右的顶薪合同 太阳队也有计划和蓝网队讨论都兰特的交易 并给出了一份正式报价 蓝网队总经理肖恩和克斯坚持要求得到布克 詹姆斯 琼斯则放弃了引进杜兰特联手保罗的计划 一旦爱顿的交易官方宣布完成 太阳队将彻底放弃引进杜兰特的计划 太阳队为蓝网队提供的交易方案包括爱顿 尼卡尔 布里奇斯和四个首轮选秀权的交易方案 坚决不同意将德文 布克作为换杜兰特的筹码 太阳队将爱顿交易去步行者 也就没有筹码满足太阳队的要价 换句话说 留给蓝网队考虑的时间不多了 蓝网队对爱顿没有太大兴趣 而且坚持要求得到布克 否则不考虑将杜兰特交易去太阳队 蓝网队要价过高 杜兰特想去太阳队联手保罗的计划基本落空了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 订阅 我是坎球爷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